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平安365节目 这是我们送给您的一个关注儿童关注孩子的一个系列的特别节目 叫做守护童年 那今天我们在演播室请到了两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评论员春卫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为大家介绍的是佟丽华律师 你好佟丽师 今天我想请两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大屏幕上这张照片 很多关注新闻的人知道它 这是一个小姑娘名字叫金花 那金花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呢 是因为在五年之前 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张照片 一个被铁锁链锁住的一个小男孩 这小男孩是金花的哥哥 名字叫金蛋 因为他们家非常特殊 他父亲呢是这个开磨的的 然后呢母亲呢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那之前呢他们还有个姐姐叫金红 就因为父亲在街上去拉活的时候 这孩子就丢了 所以等到那个金蛋出生了以后 那父亲就觉得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怎么办呢 就得把这个孩子给锁起来 后来照片上网 然后经过了传播发酵之后 很多人关注他 而且给这个家庭很多的帮助 其中有一个民办的学校就让这孩子去上学 说你可以免费上到初中 那这下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都正准备鼓掌 说哎呦这事真好的时候又出事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金花就出生了 小金花这一出生以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这个家庭你这么条件不好 你怎么能把这孩子养好呢 于是很多爱心人士就伸出了援手 于是这个小金花在他出生之后不久 他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以至于在三年之后 他又不得不重新面临着一个 王子和平儿式的选择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孩子又会有什么遭遇呢 我们一起来看 孩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他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有好几天还是在街头露宿的 我就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首先是要保护孩子 这个为金花被接回家后的境遇 而感到忧心忡忡的人叫季红 季红与金花的缘分 是从他被送到希望之家寄养开始的 2011年金花出生后不久 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 一间专门从事中国孤儿和困境儿童救助的组织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儿童希望基金 与金花的父亲称传六签下了一份寄养协议 金花被送进了基金会的希望之家 而季红恰好在这里做义工 几个月后 同一个寄养点的小朋友出水逗 为了避免还没有打过预防针的金花被传染 应基金会的请求 季红将金花接回了家住 他来我们家的时候才六个月大 我爱人当时是和我一起养他的 他每天晚上要喝两次奶 中间可能还要换尿布 那我们每天晚上大概要起来三次四次那个样子 那一次是住了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希望之家的三年里 除了偶尔将金花接回家住 几乎每周还会去看望他三到四次 而相比较起来 血缘最为亲近的父亲 反倒像个陌生人 金花被送了希望之家之后 你去看过他吗 看他一次吧 你不想他就看一次 想是想的 我要上哪儿去还能找这老乡 带出去 要他不带路 走到地上去 在乘船六看来 着陆难对于他去探望金花是个非常大的阻碍 毕竟从房山到位于马泉营的希望之家有六十多公里 换乘公交地铁最短也要三个小时的路程 但是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 又怎么会对只有一面之远的父亲留下什么印象呢 更何况这个陌生的父亲在寄养协议到期时 还要将他带离这个熟悉的环境 去年夏天金花快过生日了 我们就在想怎么样给他过这个生日 后来我就接到儿童希望杨老师的电话 说他们的寄养合同三年了 快到期了 然后金花可能会被爸爸接走 我听到这个消息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一趟他们家 在梁星的一个购物中心门前 季鸿看到了金花的母亲彩虹 与成家新出生的婴儿金条 不远处 金花的父亲成传六 骑着摩迪在趴活 担心金花在这样的环境中 容易因无人照顾被拐骗 或者在马路上乱跑 遭遇危险 季鸿将自己拍回来的照片 拿给基金会 希望他们不要将金花 交还给成传六抚养 但是基金会面对此事 也有着极其为难的处境 这个孩子跟我们所有的 其他孩子不一样 他不是有福利院身份的孤儿 我们这儿其实是不可以长期的收留他 而且根据咱们现在的法律的话 就是像这样的民间机构 做这样的实际上反而是不合法的 没有了漂亮的衣服 细心的照顾 每天只能在枯鼠中陪着精神异常的妈妈在天桥下乞讨 金花的人生轨迹 在三周岁刚满的这一天 如抛物线般 回到了最初的坐标原点 事实上 在接亲花回家的前一年 成传六因为脚伤感染破伤风 曾紧急入院治疗了二十多天 私立逃生后 成传六不但失去了左眼的视力 还失去了他的一个小女儿 在全年部又生一个小女孩吧 也是三个多月了 后来我上那人家医院做起 那小女孩三个多月了 后来让我们家的那看着吧 不知道她怎么看得看死了 后来 是比金花小是吗 比她小 这不是两成花一条呢 比如说我们家那个 你那我啥都不行 这已经是成家死掉的第三个孩子 因为在金蛋和金花之前 分别还有着一个 伤在强保之中就夭折了的婴儿 而这些也令季红和其他的志愿者们 更加担心金花的处境 看到这一幕啊 真的是让我 我是一个有孩子的人 我真的看不下去 彤律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对这一类的流动人口 我们好像什么计划生育政策等等 完全苍白无力 想生他就生了 生出来就这样的混沌的 这样去生活 我们怎么办 我们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早期 客观说有些时候 执行的非常严厉 要么罚款 要么可能还去采取强制性的 这种节育的手段 那么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 我们说现在 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 我们越来越文明 包括我们现在有计划 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立法 很多省现在出舞台 专门的条例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没有了 那么多强制的手段 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一般的家庭 你比如你要生小孩 你可能要办准生证 但是对于有些 这些流动状况 他也没有结婚 他也不想去给孩子办护口 他也不要那个准生证 他自己都没有护口 他一个一个在生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们没法管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时候我们的服务要改善 什么服务 你比如来说 对很多家庭 包括这种流动人口的家庭 我们的计划部门 要去跟他 要了解情况 要和他的夫妻双方 要做好工作 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要那么多的孩子 一方面跟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伟 你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对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 对你自己来承担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要通过服务 要帮助夫妻 采取继承措施 还有一点 你把孩子带走三年 最后按照双方的约定 你仍然必须把孩子 还给人亲生的父母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的大爱 面对着亲生父母的余爱 怎么办 你只能选择的是什么 第一 尊重我们所说的人伦和人性 然后第二是什么 你只能是通过希望救助好父母 才能够给金花更好的一个未来 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而言 如果没有这些孩子 这个家庭是不会被人所关注的 对 那么因为关注了这个孩子 反而关注到了一个家庭 那么我们能够关注到多少个孩子 能够关注到多少个家庭 所以整个社会体制当中 我们某些缺位 失位不在位的地方 如何更好的弥补 才不会使得 即使是个体的组织 都会觉得那种的无力感 毕竟我们是在做 一件好事 是希望有更多的人 享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效率 不是点撞的去支援 去帮助 去欠爱心 而是社会服务 整个理念的变化 但是对金花而言 她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 她在经历了 这个人生的特殊的时期之后 她今天的生活 又会改变成什么样 我们接着往下 在大家对于金花的未来 陷入迷茫之时 承传六一家人的命运 再次经历了一次 始料不及的转折 2014年8月 因为涉嫌组织残疾人 儿童乞讨 成传六被北京市梁香派出所拘留了 之后金条被送进了福利院 而金花金蛋 因为年纪已经超过三岁 则只能和母亲一起 被送进了救助站 正常的人没有人愿意会去救助站的 那他们救助的对象的 一般是一些智障人士 或者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士 他转转了三个救助站 每次去救助站看见他 他就已经就是目光呆滞 面无表情 然后也变得很乖 不会哭 不会笑 搂着你也没有表情 你让他放手 他也就放手 你说你走吧 他也就走了 智力也退化 颜水瓶还不入他走的时候 那个情况了 2015年4月6日 在拘留所待了八个月的成传六 被放了出来 回家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救助站 把彩虹和金花金蛋 接回了家 你照不动啊 我都能照不动 好 回家 他父母呢 从本质上来讲 也是爱这个孩子的 有好吃的 要先给孩子们吃 然后剩下了他爸才吃 只有一张床的时候 孩子们睡在床上 他爸睡在地下 他要哭了什么 他爸也会把他抱起来 哄一哄 那只是说 他们处于那么一种 魂不令的状态 他的爱呢 也是非常原始的 本能的 混沌的这么一种爱 他除了让他吃喝 他不知道他还有 做父母还应该有别的责任 如今 成传六已经把金蛋送回到了学校去上学 而季鸿也会三无不适地将金花结回家住 帮助成传六分担一些抚养的责任 但无论社会救助体系多么完善 爱心人士奉献出多少无私的热心 其实并无法替代父爱母爱 所给予孩子们精神层面上的营养 当我们决定为人父母之事 请认真想一想 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去承担其教养和供养一个新生命的责任了呢 各位所看到的最后一组镜头 颇具一些所谓蒙太奇的意义 你看到是他的父亲成传六 在这个余晖当中走向一个没有规划的未知的人生 每天就这样过 另外一边是小金花 高楼林立站在落地窗前 好像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这是一个更辉煌的 更美好的一个明天 这种对比就会让当时很多人产生一种概念 说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帮助进化 这个过去十多年 我是推动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一个 坚定的一个倡导 但是我想说 另外一句话一定要强调 撤销监护人资格是最后的不得也无一致的办法 简单来说 我们手里的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 简单来说是父母有条件 主观上有条件 客观上不去做 客观上伤害孩子的权益 这个时候要采取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办法 那么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要给这样的家庭以帮扶 其实在我们整个儿童保护过程当中 因为人员的流动 也就是农民进城打工 带来两类群体 就是农民进城打工了 一方面把孩子留在农村了 这叫留少儿童 我们大树有六千多万 另外一部分就是父母进城打工了 把孩子带来了 流动儿童 我们叫流动人员的子女 大致大树有四千万 两个树加一块 大致有一个亿以上 一个亿 是的 这一个亿的人群 其实是我们现在 儿童保护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面临最大的挑战 他们权益更容易受到伤害 他们也更容易沾染不良行为 走成违法反对道路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流动人员的家庭的困境 谁来做帮扶 对 那么其实流少儿童应该说 留出地来解决 这显然是没啥说的 但是对流动人员的子女 现在就带来了 到底是流出地的政府 还是流入地的政府 应该来担负这个 结果就变成双头 谁都可以管 谁都应该管 结果谁都不管 是这样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而言 我们希望能够有 更多开心的金花和金豆 而不是说 只能让他们父母 以他们不堪的方式 来培养着 这个国家的下一代公民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 舅舅孩子 关注孩子 关注童年的核心是什么 那就是未来的一批公民 他们应该以健康的状态 以应该获得的 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救助 才能够走得更好 我们不能够让他们 重蹈的是什么 他们父辈所走过的 那些艰难的路 尤其对这种流动人员的子女 我们应该加强个案 统筹协调的力度 因为这种案件发生 往往有的是 在一个省内 不同的城市 有的是不同的省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单纯靠 两个省地方的政府之间 自己就一个案件 去沟通协调 太难了 我们要加强上级政府 必要的是 中央政府统筹的力度 如何使我们的家长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更好地承担起家长的责任 如何使我们每个普通的人 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家长 我想这个话题 也许对我们整个社会 对未来的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2015年8月26日下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出现大风阳沙天气 最大风力达到九级 下午16时49分 阿克苏市一物流公司仓库 突发大火 接近后 新疆阿克苏市水运消防中队 和特勤消防中队 立即赶到现场展开铺救 据物流公司的负责人介绍 火灾原因是几名群众在燃烧垃圾时 突然刮起大风 散落的火苗 引燃了约300平方米的库房 受大风的影响 三个小时后 大火才被彻底扑灭 在此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遇到大风天气 要严格控制室外用火行为 不要随地乱扔烟头 严禁使用明火 焚烧荒草 树叶 废纸 垃圾等杂物 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